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康刀削麵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它的特別之處是有一個機器人在切刀削麵 喔喔喔喔喔喔 屏幕喔,有看到嗎 讚 這應該是中國來的機器 中華生俗 美食無過界 那就吃到好吃的東西就好下不開了 好,那這邊就是刀削麵機器人 好,再就進去吃他們的麵試試看 好,生意很好,還有各式小菜 好,生意很好 好,那就是把菜單交給服務員 然後再等候候餐 好,生意非常的好 好,各式小菜各種組合都有 好,那就是從小菜吃起喔 它是雙拼的 那個小魚花生跟豆干 然後醬要自己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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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,還不錯喔 嗯 它小魚,小魚花生比較沒有那麼甜 嗯 嗯 嗯 好,有那種,好,謝謝 好,反正它這個小菜就是那種外省式口味 好,分數我覺得90分還不錯 哇,上菜速度很快,這樣我很喜歡 很適合這個趕時間的朋友 好,這個就是他們的牛肉麵,感覺牛肉很大塊 好,這個麵條就是中華生酥削出來的麵條 喔,湯頭也不錯 湯頭是那種牛骨湯,很有深度 還有蘿蔔,所以這個喝起來 蠻有深度的湯,很香 好,那個酸菜跟辣油都加下去了 它這個湯很燙口,要小心喔 我相信這個牛加下去之後應該是會變得更美味喔 好,果然這個粉絲推薦的不錯喔 這家感覺吃起來很好吃喔 嗯 嗯 好,加這個牛辣油之後味道變得更棒了 好,這個一定要加 充滿了感情的一道公 好,牛肉很好吃 讚 嗯,很好吃喔 嗯 嗯 很好吃 好 好用機械刀切麵的話 好處可能就是這個 麵條就是厚薄如意啊 都是很 很工整的規格 哇它牛肉很好吃耶 肥瘦相煎啊 嗯 很讚 就像網路講的 很好吃但是就是貴了點 其他沒毛病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95分 好在我就慢慢享受 湯頭有這個蔬菜跟牛筋 牛骨啦牛骨的味道 很清甜 很棒 好當然有人呢是一次拍連拍好幾家 像我是一次一家一家慢慢拍 慢慢拍 各位朋友就可以慢慢欣賞這個牛肉麵的狀況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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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大碗真的蠻大碗的 就算湯配著麵條這樣吃也很好吃 酸菜蠻香的 但是最香的是牛油 好吃 牛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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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當的讚 好 我就差五分就滿分了 因為價格貴了一點 不然以味道上來說它是滿分的 讚 好 已經吃掉一半了 哇 真的很棒 很燙口 然後湯都很讚 然後麵量也滿多的 250算是滿符合家 蠻符合它的價錢 生意真的滿好的 可以意見 真的很美味 好 那我的謝謝 好 謝謝 總共290 好 謝謝 OK 好 那這個就是機器人下的麵條 中華神煮 相當有趣喔 中國來的機器喔 從中國嘛 中國來的 好 那高天好就可以來嘗嘗看 相當美味的牛肉麵 機器人做的但是相當美味 我下次再吃吃看這個番茄的喔 相當讚的 好 那這個就是從外面看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又再度來到台北市的 喜雷咖啡專門店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 那它最後的營業時間是到12月25號 好 好 它在店內 用的這個營養早餐已經取消了 好 那就讓這個人懷念充滿了 這個回憶的舊時光 好 那價錢在這邊 好 那我就點兩個鮪魚一個總會三明治外帶 好 那這個是飲料的 飲料的牌子 可以看一下 不過今天我不想點飲料 覺得點三明治比較划算 好 那這邊就是各式的咖啡 好 那這三明治都是要烤過的 好 那蛋都是現煎的 好 那12月25號以後 這個就只能存存在回憶之中了 現煎的火腿 好 熱而騰騰的火腿跟蛋 好 那總共是340 好 總共找660 好 那有這個麵包類的可以參考 好 那這個煎蛋聲音 相信就是很多朋友這個 心中熟悉的聲音 好 那祝福老闆娘 退休之後這個生活歉意 幸福 好 今天我就沒有要內用了 所以我就這個在 某間便利商店 上次這個總會的已經吃過了 所以就看一下就好 我是給M嫂的 三明治算是蠻OK的 但是飲料可能就 比較 還好 我是從消費者立場講 好 那這個 這是我今天要吃的 鮪魚三明治 絕對鮪魚三明治類 三明治類啦 比較CP值比較高 香 噴噴 香噴噴噴的 事實上三明治分量 我覺得還算蠻OK的 好 那一樣有牙籤要小心吃了 阿阿阿 崩塌了崩塌了 還不錯 阿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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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 好,那這樣一份一百二不知道各位朋友怎麼看啊 應該是還ok誒 好,熱騰騰熱騰騰,然後裡面就是有這個 老闆娘講說他是用真正的奶油 然後火腿現建的蛋,還有鮪魚 覺得還ok啦,如果只吃三明治我覺得這樣才蠻不錯的 口味蠻不錯的 好,那這個就是喜雷三明治的外帶版 個人覺得這個鮪魚三明治跟總會三明治都還蠻好吃的 然後分數是90分 好,那就喜歡喜雷的朋友就把握機會喔 好,那各位來就祝你用三一塊,掰掰 好,那這個是番外版的 這個是 總會麵包 這個叫做火腿蛋 我以前沒吃過,我以前吃過總會三明治 跟火腿三明治 我以前都是吃三明治,沒有吃過麵包 是,好,謝謝 好,這個叫火腿蛋麵包 好,那就感謝這個客人讓我拍攝喔,謝謝 謝謝